白居易是唐朝人,他今大約1200年,他在德中晶元年間登晉時帝,是朝廷的高官。 但他最著名的,不是他的政績,而是他的斯文,融通了余佛道三家的思想,對後世影響頗大的。 白居易歸於佛門之後,開始時是參禪的。他跟隨聖善子刑公禪師參禪,以漸進的方法靜坐觀深。 刑公禪師教他八字口訣,官、閣、定、惠、明、通、濟、赦。 後來刑公完席之後,白居易歸寫了一首八漸計,以表示他對師父念念不忘之情。這首八漸計一直流傳至今。 白居易在唐朝的斯坦上是頂尖人物,遺留很多驚世佳作。 但他在佛法的修詞上,亦相當有見地。 晚年的白居易,專修淨土宗念佛法門。他時常招集一班居士去香山寺拜佛參加法會。所以時人稱他為香山居士。 白居易在香山寺留下一首詩。 空門直靜老夫閒,半鳥隨魂,往復還。 家溫滿平書滿架,半兒生計入香山。 外風岩山攀松蓋,戀月潭邊坐石寧。 且共魂元結元景,他生當做此山增。 香山寺,在河南省洛陽市龍門山的附近,風景優美。所以晚年的白居易,退隱香山寺。 空門直靜,半鳥隨魂的清修生活。對他來說,比紅塵滾滾的宦官莫寮,更加有意義。 政治場上追求名利權勢,勾心鬥角。 時亦貪親癡殺到淫妄。 一不小心,不僅是禍害人民,而且是使自己喪失生命的。 如今在香山寺奉佛慈齋,在和風之中攀月重領,戀月潭邊默然念佛,有無限的清日情趣。 所以他說:「且共雲圓結元景,他生當做此山增。」 致遠的清日,使他猶然神往,憧憬自己將來是香山寺的僧人。 白居易的山居師,處處吻含超塵出世的境界,令人百毒不厭的。 白居然神往,憧憬自己將來。